博尔特职业生涯九大经典战役 迪伍真 迈克尔约翰逊站起来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尔特横空出世 回头望运的经典画面定格了人类百米新的极限 谁也不知道这个来自火星的年轻人 会在接下来的200米赛场带给全世界怎样的表演 200米作为博尔特的主项 夺得金牌没有任何悬念 唯一的悬念就是 看能否打破迈克尔约翰逊19秒32的世界纪录 赛前 迈克尔约翰逊本人亲离鸟巢 他将同鸟巢九万观众一起见证博尔特创造历史的时刻 接下来高歌先给大家介绍下参赛选手 第二道是来自上尼斯威尼斯群岛的吉姆·克林斯 作为小体重快步频 素食主义者 他在田径项目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 第三道是来自英国的马尔科诺 他之前是一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由于经常吃海参 导致跑得越来越快成为了英国百米飞人 第四道是卫免冠军西文·克勒福德 即使面对超人博尔特 他也不会轻言放弃 第五道是新科百米飞人尤塞恩·博尔特 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会用怎样的一场表演 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呢 我们一起见证 第六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金嘉宜 第七道是核勒选手马尔迪娜 第八道是美国选手迪克斯 第九道也是来自美国的斯皮尔蒙 他为了这场比赛 学发明智 是要挑战博尔特 八位世界顶级高手叙事再发 接下来让我们屏住呼吸 以及重温这场 再入实测的经典战役 比赛开始 博尔特的起动非常漂亮 再翻到他就抄到了第一位 进入直到就是他的天下 第一位进入直到 博尔特向个人类极限发起突击 全力的加速 绝对实力 十点进入 十九秒三一 领先第二名 十点的差距 再次打破了世界巨落 十十九秒三零 博尔特再次创造了人类新的极限 迈克尔·约翰逊再也坐不住了 他激动地跳了起来 太好 鸟超九万观众 为博尔特和尚生日高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博尔特表示 这将是我终身难忘的回忆 我爱鸟超 我爱北京